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指路为马 秦朝后期秦始皇死后 皇冠赵高专权 害死了秦始皇的长子扶苏 立秦始皇第二个儿子胡亥为皇帝 称为秦二世 以玩弄阴谋登上皇位的秦二世 声孔篡权的阴谋被泄露 除赵高外 他对满朝文武都怀有戒心 便封赵高为丞相 赵高升为丞相后 独揽大权 随时为篡夺皇位做准备 他怂恿秦二世 害死了蒙田等一批老臣 杀了二世的兄弟姐妹二十多人 以及宰相李斯 此外 他还自作聪明地对群臣做了一次测试 企图搞清自己在朝廷中的威信 上演了一出无耻的人间闹剧 一天 在满朝文武百官面前 他把一只鹿献给秦二世 当众说所献的是一匹骏马 秦二世看到的是鹿 便笑着说 丞相 你弄错了 这不是马 是一只鹿 你怎么把鹿说成是马呢 二世生怕自己的眼睛花了 一边说 一边问起左右的大臣 究竟是马还是鹿 赵高对二世的话不但不理睬 反而高声问在场的人们 这到底是鹿还是马 大臣中有的害怕赵高的权势 明知是鹿也不敢作声 有的为了讨好赵高 便歪曲事实地说 丞相所献的是马不是鹿 只有少数忠于秦王的人不顾厉害说了真话 通过这次测验 赵高心里更明白了 说成是马的人是最靠得住的人 说实话的人不会服从自己指挥 是不可信任的人 就暗中把这些人全部杀掉了 大臣们更加惧怕赵高了 指鹿为马的成语 就是从这个故事中引申而出的 比喻 有意颠倒黑白 混淆是非